欢迎来到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今天我们要带您到云林 在云林县的临北社区 这个社区为了要推动客家文化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还成立了客家歌曲班 最特别的是 他们的客家歌可是自己填词谱曲的 那么主要就是以当初临北先民开墾的过程 还有地方产业 特色为主题 这也让客家歌多了许多的在地味 跟多了许多在地的人情味 介绍客家文化带小朋友品尝客家美食 云林临北社区努力进行社区营造 推广客家文化 而除了导览品尝客家味 他们还成立了客家歌唱班 带大家高唱客家歌 这些社区婆婆妈妈就喜欢聚在一起说说唱唱 因为这些客家歌唱的是客家历史 客家文化 除了传唱传统的客家歌之外 社区妈妈还自己填词 唱着林临北社区的客家人如何打拼开墾 如何靠着应景精神落地生根 调声打造歌词唱起来更有感觉 因为唱的是自己的生活经验 歌词中也有介绍林临北社区的生态 景点还有客庄之美 他们也希望用歌来吸引游客的到访 让那个外出的女子嘛 小朋友啦 或是说客人也好 来到我们这边 看你要去走一走 还是来到我们社区来 吃这个客家风味唱 唱起歌还是很到这儿 他们号称是社区的千岁合唱团 因为十几个人加起来将近一千岁 现在年轻人不会唱啊 所以我们希望是慢慢这样推 很像从老人家保存 这个自己的女人文化 然后歌曲这样子 慢慢推这样子 在共同维护的烟楼社区中心里 凝聚居民的向心力 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写歌 让客家歌曲多了在地位 也多了人情位 曲调的高低倾诉客家文化的精彩 歌词的浓淡展演客装开墾的历程 临北社区的千岁合唱团 在烟楼海谷 哼唱悠悠的感动时刻